翻譯 Google翻譯 假設我們現在到日本了 你要去問 意來拉面在哪 你現在透過這個翻譯 怎麼樣去轉 我先操作一下給你們看 這邊有看到這個翻譯嘛 翻譯 對不對 我就點它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 应该是中文翻成日文 要会设计 所以我就点 直接点什么 英文 点一下英文改成中文 然后这边右边 右边就中文繁体改成日文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就直接要在这个地方说话了 好记住哦 记住 要用麦克风 要用麦克风 不要在那边点点点打字 不要 所以我先切换到中文 然后 请问厕所在哪里 有看到吗 请问在座有没有谁日文比较好的 这句话对不对 反正我跟你讲啦 日本人看得懂啦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或者是我现在转一个 例如说中文翻成英文 我想大家一定都大概知道 但是我会我要换一个换一句话哦 好 例如说 这个地方改成英文 你看 where is the toilet 翻得还不错吧 而且 你怎么可以问日本人这句话呢 好 而且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当你点下去之后 还可以说给你听 就是说给那个对方听 说给你问的那一个人 让他听 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交 我们现在就来下载 这个Google翻译咯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先到什么地方 请先到这个 App Store 或者是Play商店 可以吗 好我们现在要先下载App咯 你觉得教这些好不好玩 我们到时候教你那个 Line贴图制作 你会觉得更好玩 还有那个做海报 然后我最后才能 直接就是教Line 因为我的Line是为了做行销 就是活动的推广 还有脸书 好 脸书还要教你直播 直播到时候我就会直接绕一圈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电脑教室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直接 直播的那个影片直接 我要告诉你 因为有影片你要去设定 要分享出去还是删除 还是变私人收藏 好了 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哦 搜寻这边 输入什么 翻译 对不起 怎么会用打字呢 来点麦克风 翻译 好直接找翻译的APP 有看到吗 Google翻译 最好你打那个Google翻译啦 这样你就不用去买那个翻译笔 真的有些现在有很多那个脸书他一直在打广告买那个翻译笔 你们知道吗 好就是千万别买那个东西浪费钱 你还不如说把那个钱啊去租Wi-Fi 免费Wi-Fi 不是去租Wi-Fi 到日本就要背一个Wi-Fi机 倒是走分享器 那个是比较需要的 反正你只要你不觉得吗 只要有手机 只要有手机啊 是不是就可以加网路 是不是你到一个治安不错的地方 你可以随便随便去逛了 你也不用担心很多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治安好的地方 你到日本去你绝对不用担心什么 晚上两点钟跑出去会怎么发生什么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可是如果说到一个 例如说到美国好了 那个听说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回来到处我说 晚上之后尽量少去那个黑人区 反正就是治安第一优先考量 再加上你要会使用这些设备 你就可以到处去走了 记得哦 治安还是摆在第一位哦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这个翻译了 翻译 好 我现在呢 我想要练习 我想要练习 就是假设我今天到一个荷兰好了 荷兰 荷兰也不错啊 那个 就是我曾经看过一部影片 就像大哥你不是喜欢去爬山吗 对不对 那个 他们到 到那个什么 冰岗就是要去看那个极光 就是 而且是三晶半夜 我就在想说 我没有这种勇气 但是我 我蛮喜欢看他们 这样子 天寒地冻 然后开夜车 然后去看极光 好 来 例如说 请问极光在哪里 好那这时候假设我现在 我是中文翻成荷兰文 荷兰这边 英文 好 点一下这英文 去找 荷兰这么不给力啊 荷兰没有雨 波兰不是 荷兰 挪威 有啦 有荷兰文 因为我教过啊 好 中文转成荷兰文 你看一下哦 请问附近 哪里有 美丽的浴金箱 可以买 你有没有发现哦 这台Apple 我经常用哦 它已经被我训练到 我讲什么 它就会出现什么 你要好好训练 你自己的那个手机 可以吗 我把 我把那个荷兰文转一下好不好 转成英文 转成英文 对不对 Tulip 没错 Tulip就是郁金箱 可以吗 我记得赖斯雄先生 他跟就是他在教英文的时候 他说中文是很美丽的语言 尽量先把那个形容词拿掉 留下主词动词 授词 然后再把它改一下 例如说疑问句 就是动词再放主词 这样子的话 来去陈述英文 就好了 外国人一定听得懂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转成日文 好 那这一个 这个下面出现这日文字 对不对 你一定要试着点它哦 大哥你点一下日文好不好 把声音开大一点 你没有吗 你点那个日文 对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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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 日文嘛 日文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麦克风 你就点这个麦克风 它就念给你听了 我因为现在我 我在录 我在录 我的声音 所以我把手机的麦克风 关掉了 它会产生很严重的echo 好 所以我 对嘛 你看 比如说 你不是说早安吗 这样 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而且还可以就是 即时同步的一个翻译 我还觉得还不错 你要知道翻译哦 翻译 即时 那个叫做口译专家 就是同 同时它要讲成另外一种话 以前我们这边要培训那个口译的专业人才 现在你要有这个app 是不是 可以即时的 假设你去听 就是去听那个外国的演讲 或者是荷兰的演讲 你是不是 直接带耳机 就是类似这种app 也可以慢慢做到这件事 但是它绝对没有口译专家翻得好 我只能讲说未来一定是同步 同步 好了 各位我就翻译介绍到这边咯 所以请问一下哦 请问 那它讲什么 你能不能听到 就是它讲日文 它讲日文啊 你是不是要翻成繁体中文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很抱歉 你的手机现在做不到 因为你的手机现在已经被锁定 被锁定什么 一种语言了 你的手机是不是设定繁体中文 不是日文嘛 你能不能输入日本字 所以麻烦你可能要去下载日文输入法 你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切换 例如说 这边假设我是日文翻成繁体中文 有看到吗 好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可以 你在这边是不是要输入日文字 怎么输入日文字 你必须要去下载日文输入的输入器 可以哦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了 最好是它也有翻译 它就可以从它的手机直接翻 然后它就对着它的手机讲一讲 然后讲给你听 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好翻译介绍到这边咯 你们喜欢翻译吗 我看看 我们下载日文字幕